因为被前妻李静雷踢爆婚内出轨嫖娼等丑闻 曾经的优质偶像王丽红形象彻底崩塌 刚刚官宣王丽红为代言人的汽车品牌连夜与其解约 成为娱乐圈首个日抛式代言 王丽红也是在深夜删除了有关该汽车的宣传播文 并默默关闭了外网个人社交账号的评论 但是就是不出面回应李静雷的控诉 随着舆论发酵事态进一步发展 代言品牌方英飞尼迪 读书狼 周大生珠宝 绿克蒙 塔叉等多个品牌宣布不再合作 同时他自创潮牌也被谋网站下架 同时周杰伦 林俊杰也直接取关王丽红 张泽天为李静雷长文点赞 罗志祥还疑似发笑脸照片和歌词内涵 在如此境遇下 王丽红竟然在清早若无其事现身机场 还挥手和人打招呼 不得不佩服他的心理素质 要知道 根据台媒报道 王丽红这次翻车至少损失了两亿台币 换算成一下就是近5000万人民币 这还只是单纯的代言损失 除了代言外 王丽红还有一个音乐节几跨年晚会在参加 目前也都情况不明 按照过往明星翻车的状况 他大概率不能上台表演 那么这一部分收入肯定也会有损失 加上这次问题全在王丽红艺人身上 属于私生活丑闻 很有可能会涉及违约金和赔偿金的问题 那么王丽红的收入损失就会进一步扩大 实际上 别看王丽红一直打着优质偶像的旗号闯荡娱乐圈 但他的商业价值并不算高 巅峰时期也不过十余个代言 年收入在4.6亿台币左右 约和人民币1亿2000万 和现在的流量相比 那可是差得远了 之前台媒还曝光王丽红全部身家 包括房车不动产 也就只有30亿台币 约和6亿人民币 难怪李静雷会说 嫁给王丽红根本就不是图钱 就这 王丽红还逼他签部队等婚签协议 婚后还直接转移财产呢 2019年 王丽红还闹出过演唱会亏损的风波 承办他演唱会的公司披露财报 显示本来按照计划应该举办27场演唱会 结果因为无人接盘 拉不到赞助等原因 只成功举办了17场 票房收入才1.34亿 平均每场收入才700多万 完全没法覆盖制作费用 以至于收入亏损 不得不提前解约 王丽红当时还发声明反驳了承办公司的说法 称其是因为影视项目投资失败亏损 自己主动要求解约 蒙受巨大损失 还索要了850万为月金 导致承办公司整体亏损约5000万 说起来 制作公司要是赚钱 干嘛拒绝继续给王丽红办巡演呢 王丽红翻车后 网友也聊起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和影响力 还牵扯出了他涉嫌抄袭的旧文 有一张2021年音乐平台收藏人数排行统计表也被翻了出来 但就这个数据看 王丽红和周杰伦林俊杰的差距还挺大的 难怪他十几岁入行 出道20多年只攒下6亿身家 对自己老婆也不舍得花钱 不过在翻车前一天 台媒还统计出了2021年歌手收入榜 王丽红排名第三 四支广告代言和四档真人秀 以及一场跨年晚会 就让他挤进了前三 赚了近2.1亿台币 如今台媒在报道中也表达了对王丽红的担心 认定他日后再难有进账 收入恐怕归零 损失可观 就希望王丽红之后还记得给三个小朋友抚养费吧